这对我们广告部来说是不是有点多啊 西装笔挺景荣饰演总裁和高宇翔一同演出电视剧《彩虹的重力》 吵的是高宇翔的亲哥哥也客串一脚在剧中饰演景荣的下属 高宇翔身旁的型男就是高宇乔兄弟俩无关练心宛如双胞胎 如今弟弟高宇翔做事 不少粉丝灌爆高宇乔的微博和IG 写说好好照顾父母亲不要太伤心 一定要好好的撑下去令人看了笔酸 才刚播出完结片高宇翔也凭着这部剧 入围2019年度微博电视剧大赏 26号趁着工作空档在微博发文 感谢粉丝们支持力听 现在看来一切只能追忆而一做也跟着曝光 和秦岚主演的怪你过分美丽 上个月才刚刚宣布杀青 预计明年就要上档 如今却因为录制节目猝死 让秦岚难以接受 秦岚在微博写说前两天活动上还遇到 你还在跟我聊天 跟我约好去台湾带我吃好吃的 永远那么专业 照顾所有人的你 那么好的你愿安息 让人看了相当不舍 休息一下下然后见家人 在大陆发光发热原本预计要休息 35岁的高以翔却因为录制节目猝死 和高以翔合作过的艺人都被通万分 和秦岚刚刚杀青的戏剧成了一作 而他也永远看不到自己演出的作品 记者综合报道